孙伟宣指出 随着主来打击其他12人 为就一周前所发出信函做出解释 党纪律委员会将在近日召开会议 针对此事做出处分 原定在2023年1月1日生效 聘请5人以下雇主需遵守 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的政策 展延至2023年7月1日落实 为加强希望各大本地航空能够遵守诺言 在加协期间 征设航班有效减低拥挤情况 并降低机票价格 各位观众朋友 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12月27日的 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安琪 全民党现任主席拿督孙伟宣指出 随着后任主席拿督主来打 及其他12人 为就一周前所发出的信函做出解释 党纪律委员会将在今日召开会议 针对此事做出处分 另外孙伟宣指出 拿督主来打必须承认他的主席合法性 因为他在大选前 便签署有关认可声明文件 他在受到主来打击书理主席哈尼扎 对其主席合法性提出质疑后 昨晚在面指数上公布相关的文件 孙伟宣今日反呛主来打击哈尼扎 在大选落败的两人 应该退出政坛并进行自我反省 考虑退居二线或结束政治生涯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选民的支持 原定在2023年1月1日生效 聘请5人以下雇主需遵守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的政策 展延至2023年7月1日落实 人质部长西华古马发文告指出 政府在考虑利益相关者在2023年可能面对的经济和财务挑战 以及雇主的准备程度后 决定将上述政策延时6个月落实 他希望6个月的延迟执行可以协调和平衡聘请小于5人的公司的财务需求 以及帮助恢复其经济地位 西华古马强调 按照马来西亚职业分类标准 在我国展开专业活动 聘请5人以上的雇主 仍然需要遵守最低薪金制 支付员工至少1500令吉的月薪 前任交通部长拿督斯里为加强希望 各大本地航空能够遵守诺言 在加节期间 征设航班 有效减低拥挤情况 并降低机票价格 他说各大本地航空在他任期期间 以原则性同意加节期间 征设午夜航班的建议 因此他希望现任交通部继续跟进这个议题 确保加节期间机票价格低廉 威家湘近日指出 每逢加节 马来半岛来回沙巴或沙拉越的机票价格总会引发恶意 他说 随着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即开在节 他希望马航亚航 巴迪航空以及My Airline能够实现这些建议 并在加节期间提供更便宜的机票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大小事 我们待会见